而花蓮市公所9号10号1年2天 是在国庆里的保民宫举办客家竹笋节 庆丰收活动还有农民市集 现场有30多摊的市集 还有美味竹笋料理可以品尝 一旁更是安排一连串精彩表演 民众只要消费满额 还有机会可以抽大奖 让现场气氛非常热闹 花蓮市公所9号10号1年2天 在国庆里保民宫举办客家竹笋节 庆丰收活动及农民市集 现场除了有30多个摊位 还有免费竹笋料理可以品尝 民众只要完成闯关 更是能拿到折价券 只要消费满百就能参加抽奖 把好礼搬回家 今天是我们花蓮市公所办理竹笋节 那也要让我们所有的民众了解到 我们象征竹子兼任特性的我们客家军省 那也更让更多的市民能够了解 客家的一些文化 那今天的活动是为期两天 那也要很感谢我们 不只是客属会 还有农粮署 东区分属 以及我们慈激科大 那国庆礼保民工 以及我们国府礼 等各项的社区 以及我们市民代表会 那都给我们很大力的一个支持 然后特别来一起办理这项的活动 那也希望说来的民众 每一个人都能满载而归 舞台上一连串精彩表演 为现场营造出浓浓的客家氛围 市长为家宴也率领贵宾 前往祭拜五谷爷 感谢赐予农产丰收 市长表示希望透过活动 让民众知道象征竹子兼任特性的客家精神 也让更多人了解到 并认同客家文化 体验在地的好时光 记者许立琴 华联士报导